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夏老闆來到我們的VB 哈囉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們就是學舉武術了很多年 但是我們對跆拳道是第一次遇到這麼樣的金牌選擇 對 就是想說跟大家了解一下 什麼是跆拳道從一個小白 到黑袋到底會經濟過什麼事情 然後他來跟我們說一下 然後我快速的去體驗一下什麼是跆拳道的動作 好 OK 就是跆拳道顧名思義基本上就是腳用比較多 所以我們主要只有一個拳的動作 而且還只能打身體 就是腳頭是不能打的 那如果要組合從小白 我們最一開始要學的就是步法 馬步 就是比如說我們會先蹲馬步 這是蠻多選手一開始都會練的 然後呢 雙手要握拳頭 然後放在你的腰肌這裡 對這個渣碼步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公布 好公布 那我們通常雙手都一定會放在這邊 然後去做出拳的動作 對出拳 然後出拳有些人都會這樣拉起來 這樣是不行的 只收回來 然後扭轉 嘿嘿扭轉 才會有用力 對對對對 然後那個音效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 你下這個動作 我們後腳不能彎曲 要是直的 嘿 整個會踩在地面上 OK OK 這個是基本的手部動作跟幣步法 對這樣 白帶就結束了 當然沒有啊 沒有 這當然還是會教 我們講戰鬥姿勢 我們會講戰鬥姿勢 也會講預備動作 就是雙手我們會放在胸前 然後會站側身 剛開始會堆一條線 小朋友如果不知道的話 然後我們會去做一個叫前踢 前踢的話你的膝蓋抬起來 然後我們這個腳背 練習腳背也蠻重要的 往下壓 因為我們蠻多動作都會做 腳背下壓的動作 然後這個踢收 OK 這就是一個前踢的動作 所以就會是前踢 然後放前面 然後拉回來 對 那扭中端的動作當然不可以少了 上端嘛 頭嘛 所以直直的抬高高就是一個動作 叫做前抬腳 劃 要捧到頭就對了 一開始不會這麼的殘忍 就是看你可以踢多高就多高 然後慢慢去加高這個高度 好再來進階 我們再來是黃帶 黃帶 黃帶 黃帶呢就會有轉身的動作 要會往前轉身 對這個動作叫旋踢 我們也是會 膝蓋會抬起來做旋轉 然後這個腳背 對對對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腳背會 一樣往下壓 去做彈收 然後放下來 然後拉回來 然後一樣是左右兩邊都要會 然後一樣是左右兩邊都要會 對 我們踢完會放前面或放後面 都看 看當時的教練習慣 然後中端之外上端也要會 就會是踢高的 也是踢高的 踢高的 嘿嘿嘿 對對對 好那再來下一個 進階 這樣就進階到 黃帶主要的動作就會是 你的旋踢 你的後腳的旋踢 跟前腳直接抬起來 前腳是右腳 就是我剛剛右腳踢完放前面 然後我們也會去學習怎麼直接把右腳抬起來去做旋踢 嘿對對對 一樣會有中上端的變化 那其實黃帶開始比較難的是我們有品勢 其實他就要去記動作 嘿對對對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是在踢技上 踢技上 所以今天下馬板的課比較 他的黃帶比較輕鬆 欸對 對對對沒有品勢 品勢其實是最痛苦的 因為你要記動作 OK 黃帶之後呢 再來就黃藍嘛 黃藍的時候就會加一些旋轉的動作 比如說有個動作叫 我們叫三百六旋踢 背轉 三百六才很帥 這個是分解動作 然後去做旋踢 這個是還沒有跳喔 嘿然後踢 對對對 那要跳起來的話 其實整個動作是 會有這個跳起來的動作 嘿 欸我覺得你是喜歡快的 哈哈哈哈 對那分解的話 我們會教小朋友就是膝蓋抬起來 轉到這邊 對然後去做跳 嘿嘿 他會這個跳 他就比較知道要怎麼去旋轉 黃藍帶 黃藍帶 最精華的部分對不對 對然後還有會有下壓 比如說剛剛是旋踢終端嘛 那跳過來做這個 喔就會變成是 比較難演 嘿嘿嘿因為 這個跟柔軟過也很有關係 所以旋過來之後 下壓 嘿對對對 就是一個是終端嘛 一個就會是下壓 嘿 就是先踢到上面再下來 對對對 往下壓 這個是黃藍帶 主要很會學的一個動作 黃藍帶再上去是什麼 藍帶 藍帶 藍帶是那個 藍帶蜘蜂 藍帶再來就會是 學我們叫側踩 側踩 對 側踩 就是有點像是 會是去踩你的肚子 因為這個跟前面的動作 起腳啊 跟用力的地方都不太一樣 所以它是 跟起腳啊 對對對 而且你看喔 有些人就會 蹲 你看我的動作 第一個 我會這樣蹲對不對 對 你會發現我屁股往後做 對 我的腳就繩不止 所以我們在腳的時候 都會先扶這個 會先扶牆面 扶牆面 然後去做 幫你扶一下 扶牆面 然後去做這個推 所以我們的屁股要推出去 這樣子才有辦法 是把自己身體拉長 所以是這樣嗎 嘿對對對 可能要再高一點點 嘿對對對 藍帶這個 動作會練比較久一點 這個是很吃這個肌耐力的 對對對 而且你還要能夠踢上端 不是只有中端 那手蜂頭有 藍帶有特別的嗎 喔 剛剛講到這個 其實白帶會教 你的上方 我們上方是這樣 會往上 然後我們另外一隻手 都一定會收回來 然後下方 會擋肚子 會擋這裡 就是左右兩邊都會 去做這樣子的練習 所以其實白帶就會教了 只是剛剛沒有特別講 藍帶之後藍紅 然後紅帶 這邊就會教轉身動作 就是背轉的踢 背轉踢 對 對對對 後踢 這叫後踢 還有分解動作嗎 有啊 這通常也會浮那個牆壁 就假如說我們會這樣子浮牆壁 那我現在要踢我的左腳 一樣先抬膝蓋 我膝蓋會抬起來 然後往後踢 2 然後3 收回來 4 放下 這是最一開始的基本動作 那通常我們在這邊練了很多次之後 10次20甚至100下 我們就會站到空地去做分解 1會先這樣子轉 對然後一樣剛剛的 2抬起來 3踢出去 4放回來 對對對 我們會有嗎 後面 對對對 然後通常 一開始不習慣 我們不會太要求一定要看 因為有些人一看有沒有 就轉過來了 後踢也是比較高難度 大家會卡關一陣子 再來就後旋 後旋 後旋就會是踢頭的 後旋的話 其實他的分解動作很像 跟後踢的概念有點像 一樣抬起來 只是呢 你的身體會往下壓一點點 然後會這樣子勾 對對對後勾踢 你們會有點像後勾踢 對 但是整個標準的動作他需要轉一圈 轉一整圈啊 他會是轉一圈回來的 對 對 對 我們通常會拿一個把在這裡 就假如說你手伸出來 我不會踢到你 你的手就會伸出來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腳帶過去 對 把腳帶過去回來 對 踢到他 踢到他嗎 嗯 對 這是亞運的絕招喔 我那時候是靠這招贏的喔 對 對對對 那當然這些動作都是在 目前都在原地 我們在對練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種方式 比如說有反擊的 有退去做的 有進去做的 對對對 有很多種用法 就已經到紅帶了 到紅 紅帶紅黑帶其實就是在 旋轉動作很多 所以黑帶也是這樣嗎 黑帶它會去組合 比如說有上部的 後梯 然後還有360的 去做後梯 所以黑帶就是很多的組合 很多的組合 加上策略 加上自己的判斷 對對對 像到了藍帶以上 會有一項 考試項目就是打對鏈 就是要看你能不能把你前面所學的技術 運用在打對鏈上面 從藍帶之後就會有 對 那這樣從白帶到黑帶這個過程 大概一般正常人 就是像你們這種 正常的人 正常像我們這樣的民眾 大概要學多久的時間 可以完成這個問題 痾痾痾痾 我不知道要兩年耶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規定 你至少要學兩個月 兩三個月你才可以考一次 但是如果你真的動作很好 真的是突飛猛進 進步很快 有可能跳極 就有可能你現在擺對對不對 可是你真的做得非常好 就會跳到黃藍帶 這是有可能的 但通常會一接一接慢慢上去 了解 那我至少應該有藍帶啦 可以可以可以 對在的時候才要退練 對對對 那個刑場要先 要打一下 品質啊 那個另外的 那個另外的 就除了品質以外 是不是對鏈人都在前面 對技術動作都在這裡 我補充說明一下好了 你覺得從小學跆拳道 對你的身體發展 有沒有什麼幫助 身體發展喔 對 反應很快啊 反應很快 反應真的就會比一般人快 這麼說 敏捷 因為其實我們跆拳道 不是只有練踢嘛 它也是有很多的體能 跟腳步上的步伐 還有反應 人家來我們怎麼散 對 所以我覺得在肢體協調上 就是腳步上 跟我們還是會去做一些 手部的動作 就有蠻大的幫助的 就是我在玩其他運動 我也覺得 好像還都蠻容易上手的 對對對 非常謝謝夏老闆 跟我們分享這一次的 白帶到黑帶之間的 速成班 速成班 動作速成班 OK 速成班